可能一年有千多班no照讀 都不完全是没有质疑过自己选读2这个决定 对准备放榜的你来说 可能这些是你会想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 出片这一期届还有几天 就是2023年DSC的放榜日 每年放榜之后 都会有几天可以给大家修改Jupert的选择 可能有些同学都会想 假不选择医科好呢 所以今天这条片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到底我读了五年医科 有什么真实的感受呢 我有没有后悔当日 将Jupert的A1放在HKUMVBS呢 先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择读医 我就不是那些 从小三岁开始 就立志要做医生的人 有看过旧片的观众 都会知道这点了 我是大概去到中二中三的时候 各种因素就发现 原来我对心理学 对精神科这些范畴 是比较有兴趣的 我会想他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情况下 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想的事情 可以那么不同 所以我最初是想读心理学的 但之后再了解多些 就发觉在香港读了科 升学上去的那条路 就和我想象中有少少出入 所以就割置了读了科 做CP这个想法 之后就机缘巧合地发现 原来可以读医 然后再专科精神科 所以就决定了走这条路 以这个为目标 我本身是一间Bentu美的中学出身 所以也经历了一段超级奋斗的时间 才达成了读医这个模式 距离我终结目标 成为精神科医生 叫做踏出了一大步 所以用一句说话去总结的话 我是想成为精神科医生 所以就决定读医了 由Year 1开始 到我现在拍片 MeHack Year 5开学了几天 实际上医科是读些什么 和我本来想象中的有没有什么出入呢 看过医科新的一天系列的观众 就会知道 clinical years 就是说Year 4至Year 6的学生 学习的方法 主要都会上Nitris 但会多些机会去看病人 跟医生去看症 那就真的实践 去一些临床exposure去学习 所以呢 其实这两年对我来说 学习都是挺愉快的 但头两年的preclinical years 就有少少不同 基本上就真的以只读书为主 就是可能一年有千多班读读 然后年底一次个考试 这一点对于准备放榜 有兴趣读医的同学来说 就比较relevant 因为你到时候入到Year 1 都真的有这个适应的时期 就详细可以看回旧片 去了解一下这些workload 简单去理解preclinical years的workload 比我们的感觉就像 你考DSE 可能你读过六科七科 是三年这样读 但是去到Medic 就是同一个workload 你在一年里读完一次话考 所以其实这个workload 都很重的 而且主要都是上课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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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书 就没有clinical years 那么多元化 所以都真的可能会有少少闷 那我自己就没有一些 特别很辛苦的感觉 预料我选择这条路 也有相应的commitment 不过入Medic 第一年对我来说 都是印象最深刻的辛苦 辛苦的印象最深刻 那年读到最辛苦的一刻 都不完全是没有质疑过自己 选读二这个决定的 那时是year one 准备年尾计分的考试 那个situation是 你很辛苦地处缘很多个月 终于考了DSE 打算入到大学 可以叫做松一口气的那一刻 就发觉 第一年就已经有这么多hardcore的东西要读 再加上不是一来就会读到一些 你最有兴趣 最想知道的东西 所以有一次温温下书 都真的一闪二过 有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选读这条路 是不是真的正确呢 我是不是 还是好像以前中学那时候 觉得每天连续坐几个小时去 考得好 就足够满足到我呢 那现在这一刻 读到year five的我 当然就已经walk through 了这个有少少迷茫的阶段 而且在整个med school的生涯到现在 其实都真的有很多机会 去让我了解多些自己 其实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对于准备放榜的你来说 可能这些是 你会想去想一想的问题 不是真的表达 连我也觉得很辛苦 所以不要选择这样了 而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曾经有过这样的挣扎 对于你来说 可能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参考 去做一些心理准备 其他的情况 譬如可能你进入medic之后 见到其他科技的人 可能year one很轻松 整个break phone很久 那这些都是你进入medic 有机会会见到的情况 但我的看法是 好像刚刚说过 选择得走这条路 就要预料付出相应的commitment 最终你的选择是跟着你自己的 所以了解了你想走这条路是如何 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 又觉得接受到这条路 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 OK 那就出发 在这条影片其实最主要想讨论之前 和你们聊聊天 但拍拍下又 好像让我自己都处理到些东西 好了 到最后一部分 回应一开始的问题 我有没有后悔过读medic呢 大怕是0.0001号秒 有没有这样的一刻 是有后悔过呢 那我都可以挺肯定的去说呢 就真的没有 开始之前 我有一个原因去推动我做这个选择 而好庆幸去到今天这一刻 这个原因都依然存在 有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去努力 所以 对于准备放榜的同学来说 其实无论你选择什么科 当你找到一个原因去推动你 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那就记住它 到你学走这条路 可能这个原因就是 帮你克服很多重要关头的一个动力 完结之前呢 希望准备放榜的同学 都可以顺顺利利 考到一个理想的分数 读到你自己想读的东西 那些学生观众也有DM我 跟我说 准备放榜好紧张 睡不着 好害怕 那我的建议是 你想定了当日放榜你的Plan ABCDE 之后 就已经很足够了 看完这条片之后 就去了一些令你快乐的事情 千万不要给未来未知的因素 影响你这一刻可以有的快乐 有什么想法 或者去到当日放榜 有什么消息 都可以留言跟我说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开了个钟 follow我的instagram 留言我的update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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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